加上我們需要增加一個電阻在我的電腦圖 我們可以在右手邊的InteractiveBar選擇Discrete這個Library 尋找電阻的SIMPLE之後 我們可以用普通Windows的Drag and Drop function 由它的名稱或者它的預覽圖 將電阻增加到我們的電圖裏 譬如說我們已經加了三個電阻在電腦圖裏面之後 我們想將R3的數值更改 只需要Double Kick 1K這個Value 之後在Value這個分頁裡面 選擇Value然後Edit 輸入你想改變的數值之後 按OK去確認 那你就可以見到新的Value 1.6K已經在電腦圖裏面了 假設我們想增加電容器在我們的電腦圖裏面 我們同樣好像電阻一樣尋找電容器 但其實我們也可以用Copy and Paste的Command 去將電容增加下去 譬如說我們用Ctrl-CCopy一個電容之後 可以用Ctrl-V把它複製 假設我們要多加兩個電容的話 只需要多按兩次Ctrl-V 就我們可以有四個電容在我們的電腦圖裏面了 除此我們也可以用左邊Edit Component這個圖標去尋找零件 你可以按一下之後 輸入你想尋找零件的名稱 那麼Design Spark就會在所有零件庫裏面尋找相關 擁有這個名稱的零件 尋找零件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你所合適的零件之後 按下Ctrl-V 那你就會見到 你已經選擇了那個零件 你也可以按preview這個checkbox 去看到這個零件的電路圖 和PCB圖的footpin 的腳位圖 選擇了OK之後 你就可以把零件放在你的電路圖裏面 在Design Spark裏面接線是非常之容易的 你只需要在未接線的腳位 Double Kick 你就可以把線拉出來 連接到你想要的位置 甚至乎只需要在未接的腳位 按住Mouse的左鍵 就可以拖拉線路出來做一個連接的了 욱硬的左鍵